这是一台把个性直接写进名字的车 RS一创GT RS代表性能 一创代表纯电驱动 GT代表车型类别 以及映射的生活方式 这是第一台纯电动的奥迪RS车型 奥迪RS一创GT 它是共享了TaiCon的800V架构 而保时捷是全球第一个 把800V架构量产化的车企 技术来自于乐盲的919Hybrid赛车 这台RS一创GT 它前后轴分别有一台泳磁同步电机 输出是440千瓦830牛米 在Boost模式下可以达到475千瓦 零加速时间只需要3.3秒 在座舱的底部是一块异形电池 总计93.4千瓦时 在原本非常平整的底板电池组上 在后排的脚部空间 它是挖出了两个脚坑 等于说这个位置是根本没有电池的 这样子能够让后排乘客的腿部会更加的舒适 更加适合久坐 那么另外电池放在哪呢 它就是利用座椅下方的空间 第二层来堆砌额外的电池组 这样子第一个能够保证乘客足够舒适 第二个也能保证一台纯电动的GT车型 它能够开得更远 有更好的续航里程 雪天和性能胎并不是让人有安全感的搭配 我能感受到ESC工作得非常聪明 介入得非常绅士 也极少会给我亮灯提示 但它却默默的提供了必要的安全感 所以等到雪化了 我重新回到这里 和你们分享这台RSE一双GT的驾驶感受 这两天我一直跟这辆车在一起 我跟它一起经过了各种路况 我觉得它让我感觉到了有点RS6的感觉 你们知道的RS6是我的Dream Car 的终极Dream Car 但这辆车让我感受到了一个电动RS6的感觉 但它不一样的是它会更加的轻快一些 这是我觉得它比RS6更棒的地方 这一台RSE一双GT 它是用到了一个后桥的两速变速箱 它的优势就是说 一档的时候15比1的减速比 能够让你在加速的时候 瞬间起步的时候 有足够的推背感和足够的爆发力 那么到了第二档是8比1的减速比 可以让你在高速的时候 或者超高速的时候 依旧有非常饱满坚挺的加速感受 这样的需求也只会诞生于德国这样的国家 当然你们知道的 德国不仅有不限速高速 还有纽伯格林北环赛道 我有个朋友 他是纽北的资深玩家 他告诉我 只有两台电动车 可以在纽北在原厂车的情况下面 跑完一圈 没有感觉到明显的拴减 还能够冲第二圈 一辆是RSE充GT 另外一辆就是保时捷的TICON Turbo系列 事实上这辆车其实在纽北 经过了超过8000公里的测试 然后它官方说能够做到27次 连续的弹射起步 然后功率不衰减 加速的时间可以非常接近 无论是这辆车的中后端加速能力 或者说它的连续弹射起步 之前我在天津的V1赛道都体验到过 确实如此 不是27次 至少30次不衰减 自动系统用的是前部10活塞的卡钳 搭配440毫米盘径的碳陶瓷刹车盘 这个数据也是量产车中的最大数值 脚感非常饱满 但是在湿冷天气 一定要有耐心等到它进入合适的工况之后 再去好好的使用它 还有一个点 不知道算不算一个人知识 其实E-Tron GT系列 是奥迪的第一款标配了三枪式空拳的车系 之前在节目里面也讲过 其实装备的三枪式空拳 就是为了能够在运动性上面 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表现 那么这台车它的空气悬挂 在舒适模式以零为标准的话 它的高低是能够有20毫米的调节 但是这辆车最低的状态并不是在运动模式 而是在它的经济模式下面 可以降低22毫米 那电车为了更好的续航里程 好像也可以理解 我本身是个奥迪粉 我是奥迪SPORT粉丝 所以当我去用我的眼光看R4的时候 自然会带一些暖的色调 我会更容易发现它的好处 所以让我觉得比较骄傲的是 我觉得这些年 奥迪新车的空气悬挂的状态 都是比较开挂的 无论是你是强调舒适的行政车 还是说在RS这种运动车型上面 它的空气悬挂的质感非常高级 首先无论是任何的抛跳起伏坑挖 它都能把你的车非常好的吸附在地面上 然后我们再来讲舒适或者是运动 它能够在你抛起和落下的时候 有个非常高效Q弹 极其有质感的承接 我觉得非常的棒 而且这种质感在这台RS一创GT上面 有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完美的传承 特别是在公路或者高速上开的时候 你能够享受到这一点 但是作为一台高性能车 作为一台RS只有舒服肯定是不够的 这辆车开起来它的操控感受怎么样 它过完的时候的感觉就是非常的轻快 零动而且它转向其实蛮精准的 那么这台车上面是装备的Equattro 而且它不一样的是它带有十辆扭矩分配 所以说如果你在油车的部分 你开过S5或者RS5的对比 你应该知道后轴上面加上的十辆扭矩分配 它对于车尾的循迹性动态来说 有多大的帮助 这辆车它也有 而且它是一个电控的状态 它能够在一个比较极端的工况下面 把百分之百的扣轮 动力给到单侧的车轮 它确实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 我这两天开下来 我不是特别确定 但我想分享一个观点给大家 就是这台车可能是我 在国内开过的所有在售的 或者说已经卖过的四门奥迪RS车型里面 弯道动态 最灵动 最让你有信心那台车 我不敢说百分之一百对 但是应该是99.999吧 这是一台非常漂亮的四门轿跑车 所以在你们眼中 RS一窗集体好看 还是奥迪的RST Sportback 更好看呢 无论它静态停着 还是它跑起来 侧身姿态都非常的矫健 看这里 碳纤维车顶 这是一台没有天窗的奥迪 这真的非常少见 你们知道的 我是奥迪Sport车迷 在我眼中奥迪总能带来有美感的设计 而不需要划重驱从 所以说呢 这辆车它把操控性能和机梯跑车的属性 做了一次非常完美的融合 在内饰的部分 前排我喜欢的是 它有简单好用的触屏 以及触感和阻尼都非常好的实体按键 放在电车时代 这像是一个反阻的设计 但真的非常好用 相比之下 后排对于我这个身高的人来说呢 会有点顶天立地了 非常漂亮的溜背设计 也会牺牲掉一些后排的头部空间 说到奥迪的一窗GT呢 我们一定会想到另一款车 保时捷太康 这台是Taycon Turbo 和RS一窗GT性能最接近的兄弟车型 在网上呢 是Taycon Turbo S 是保时捷为自己单独保留的一个 超高性能级别的版本 对于保时捷太康呢 我是有特别的情愫的 因为在我试过Taycon之前 我觉得所有电车的操控都是 这辆车让我见识到了原来电动车是可以有驾驶乐趣的 那么RS一窗GT跟Taycon是兄弟车型 它们之间又会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我觉得最显而易见的就是肉眼可见的部分 它的品牌 它的设计 也就是它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附加值 或者说它的长相是不是符合你的审美 那再深层次一点 不太容易感知到的呢 就是它的驾驶动态的部分 RS一窗GT跟Taycon Turbo开起来到底有什么区别 就是当我从GT跳到这辆车上面的时候 明显感觉到即便是Normal这个模式 它都会显得更紧绷一些 它的转向位更沉 它的避震器的那种滤震 也会给你更直接一些 就你那很明确的感知到 相比之下 这个更像是一个跑车品牌做出来的车子 在它身上可能更有那种跑车的相对直接硬核的反馈的感觉 它会有一种要挑逗你的感觉 就好像你要不要试一试再快一点 再快一点 然后你会情不自禁的挂入到Sport Plus模式 然后这辆车就 动力 转向变得成了很多 动力响应也会快了很多 包括你听到的声音 它那种电机模拟车的跑车声量也会变得强烈很多 它会进入一个很亢奋的状态 更像跑车的状态 但是RS一双GT就会有所不同 在躁动的部分 它确实相较于Tagon Turbo 要更弱一些 我觉得这个跟我的预期也是比较相符的 它更强调的就是后面两个字母 GT Grand Turismo 长途旅行的感觉 一台GT叫保车 那对于我来说 它即便它是体内有着强大的动力 或者是硬核的操控部件 但它最终要给人的感觉 还是要能让你静下来 那这段时间我一直跟这辆车相处 我感觉它似乎陪我经过了四季 那抛开了它在赛道里面的状态 在山路里面的灵动 我觉得这辆车非常非常打动我的一个点 就是当我经历了一天的工作 我真的非常的疲惫 然后当我开着这辆车 在开着高速回家的路上 我真正的感受到了它舒适的GT的那一面 而那一面是让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的 它无论是避震器相对柔软的感觉 或者是这个座椅的不是这个是那个座椅 那种包裹的感觉 这就是我们喜欢奥迪的原因 这就是奥迪相较于其他的几个品牌 它最有最有趣的一个地方 让你最有归属感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个事情就非常的有趣了 RS一双GT TICON TURBO 它们是兄弟车型 它们出自于相同的平台 但是因为不同的品牌 它们被加入了不同的调味料 和不同的主厨最后端给你的 是两份完全不一样的菜 它们长得不一样 它们吃起来也不一样 所以没有好坏之分 只看哪个会更适合你 让我很开心的是 在两次仓促的赛道体验之后 我终于可以慢下来 去好好品味这台RS一双GT 当我看到一双GT CONCEPT概念车的时候 我就好奇奥迪敢不敢把它量产了 几年后 我开着这台和概念车几乎长得一样的车 行驶在这条美丽的盘山公路上 这感觉实在是妙